从空中落下许多的花来 而里面的含义啊 有这个从因治国的道理存在 第四 地动锐 经文只有两句 朴佛世界六种震动 这两句啊就是地动锐 正在空中落下花来的时候 大地震动 玉花地动 同时的 佛一入定 天上就落下很多的花来 同时大地就震动起来了 说有前后啊 四是同时 这个境界就在佛一入定的时候 同时显现的 但是没有办法 共一个时间都说出来 应当是从上至下 先说玉花 然后说地动 实际上是同时的 普佛世界 普普遍 普遍这个佛世界 就是指我们现在这个世界 指这个苏波世界 不到其他的世界 普遍 普遍于苏波世界 释迦牟尼佛所教法的佛图里面 整个都有六种 整个都有六种震动 大地震动 大地震动 震有三种 动有三种 合并起来就六种了 先说动 就是地动的情况 这是行 说它的形象 地动的形象 这个动呢 有三种 叫做动 起 勇 有这三种 这是表示这个大地动的这个形象 大地动的形象 有这三种 那么用一个动字包含三意 就动 起 勇 什么叫做动啊 遥 遥 不安 叫做动 平住遥啊 这样的遥 平住这样遥 就叫做动 起 由下而上 叫做起 哦 动是平的 这样子遥 横住遥 横住遥 起 由下而往上身 这个地啊 会从下而往上身 由下而往上身的情况叫做起 还有一个涌 涌 好像涌旋的那个涌啊 涌出来 这个涌是什么 什么情况呢 这个大地啊 就是平地来说 在动的时候啊 有的 有的地方凹下去 凹下去 有的地方这样凹下去 有的 有些地方会动起来 动起来 高起来 有些地方 动起来 高起来 有些地方凹下去 这样子啊 这个或者是凹下去 或者是动起来 有这种现象出现 那个叫做涌 那么这三种呢 就是地动的形象 地动的形象啊 这个横住平遥 叫做动 由下而上 叫做起 有高的 有低的凹下去的 动起来的 那个叫做涌 这是形象 震动的震呢 就是有声音的 震动有声音 声音也有三种 有三种 就是震 喉 鸡 那个震就包含这个 猴跟鸡 猴啊 狮子猴的猴 狮子猴的猴 震 猴 鸡 鸡是打鸡的鸡 打鸡的鸡 那么震在地动的时候 会发出这三种声音来 地动的时候 会发出这种声音来 震呢 就是隐隐有声 哄哄哄哄 对 隐隐有声 有声音 那么那就叫震 震的时候会有声音 听清的那种声音 猴啊 就是会发出 好像这个 孝子那种声音啊 会高响起来的那种声音 就是猴 猴 好像这个警报器的 那个那种情况 它会发出这个 有高有低的那种声音来 那个叫做猴 大地动的时候 也会有发出这种声音 还另外还有一种 它会发出一种啊 打击的声音 打击的声音 好像东西对东西 彼此超达的那种声音来 那个叫做戒 所以这个震呢 表示这个声像 大地动的声像 声音的现象有这三种 所以叫做震动 震是有声 动是摇动 那么各有三种 所以叫做六种震动 华言经说的很详细 叫做六种十八项动 六种震动啊 它有十八种 十八种的现象 每一种啊 都有三种 有动 变动 等变动 三种啦 齐也有三种 齐 变齐 等变齐 勇 等 这个变勇 等变勇 震 变震 等变震 猴 变猴 等变猴 鸡 变鸡 等变鸡 这个叫做十八种 六种十八项动 华言经说的比较详细 那么这个第一种啊 动 齐勇 等第一种啊 单指这个地方 动的地方 比如说佛在林山说发 入定的时候动 单指动 就指指林山那个环境 指林山动 其他的地方不动 这是动 变动 指这个娑婆世界的一四天下 单指这个地球 整个地球动 整个这个世界动 那叫做变动 而动到整个大千世界 三千大千世界 通通都动了 那个叫做等变动 齐 勇 正 猴 鸡 三种都是一样 那么单一个字 第一个就是当初 两个字 变动 就是单指这个四天下 这个小世界 等变动 乃至等变地 那就是指大千世界 整个大千世界 所以叫做六种十八项洞 六种真洞 这里有个疑问 我们这个台湾不是经常 也会有地洞吗 地震 有地震 刚才这个说的这种 声音啊 现象啊 我们这个世间的 这个众生业力所感 所有这个地震的灾象 也有这些情况 也有这些情况 大概是距离现在五十几年了 将近六十年 我记得 我八岁哪一年了 北部 就是苗栗一带 就是我的家乡那个地方 苗栗一带这个地震 那一次的震灾很严重 很严重 那么那个洞的情况啊 我现在都还能想得出来 跟这里经理所说的 摇洞的情况 横住摇 有的是 摇得很厉害 那么从下至上的情况也有 就得一直这个脚底要往上伸 也有这种感觉 而且这个停下来的时候 好像是他下去的那种情况 而这个凹洞不平的情况也有 有些地方高起来了 有些地方啊凹下去了 但是那个没有变动 从此之后就定型了 这是众生的业力 首先是有灾象 跟这个佛说法的这个洞的情况不一样 声音也是有的 那些声音我都还现在都能想得出来 不过没有办法表达就是了 阵啊 猴啊 鸡啊 那种声音通通会有 都会有 那么世间的地震 会有这种现象 这是有灾难的 那么有人就会问 那么佛在入定的时候 也有这个地洞 有没有灾象啊 当时印度有没有发生什么灾难 不会的 佛说法的地洞啊 这是软性的 软性的 这个软性的洞啊 就是好像坐在摇篮里 有没有忘掉自己小的时候坐摇篮啊 睡在摇篮里洞啊 很舒服吗 是不是 小孩子躺在摇篮里 摇洞 觉得很舒服 火入定的时候的 大地震动的情况啊 就是好像睡在摇篮里 不会有灾难 不会有这种 像这个大这个地震的震灾的那种灾象 不会有的 绝对不会有 如果有的话 那糟了 那么大家就怕地洞了 因为当时这种的六种震灾啊 是佛的定静首先的这个特殊的感觉 也不是人人能够觉得 如果以这个法会没有缘的 其他的众生 他不会有感觉的 不会有感觉 说不定我们现在坐在这里 说法在这里研究佛法 就有他方世界的佛说法在大地震动 我们没有感觉 我们不知道 因为与那个缘啊 没有没有关系 没有连带关系啊 彼此没有感觉 所以佛说法入定的时候 这种六种震动的境界啊 只有以法法会上的有缘众生 才会有所感觉 有感觉呢 都是好的现象 心里很高兴 很舒服 就像坐在摇篮里 很舒服的那种情况 坐摇篮是指这个小孩子 还不大会走路的时候 躺在摇篮里那种的快乐情况 很舒服 这种的震动啊 那是非常好的 我们没有这个福报啊 没有办法体会 而按照佛经里面讲的 就可以想象得到 佛说法入定的时候 这种的大地震动啊 是以众生无害的 不但无害 只要你能感受得到啊 都有利益的 都能得到佛法的利益的 所以这个普佛世界 六种震动啊 跟这个震灾的震动 完全是两回事 震灾的震动 只要在这个地方的人 大家都能感受得到 都会受到灾害 大小都有 但是佛说法的震动啊 以这个法没有缘的人 没有感觉 都不知道 能感觉得到的 都得到佛法的实在的利益 这就是以普通 一般的震灾的震动情况 不一样啊 这就是第四种位相 六种震动 为什么要显示 六种震动的这个意义啊 它也有表法的 就是表示前面所说的四十位 再加上等觉 而到成佛的妙觉 住行向地等庙 这六个阶位 破无名正法身的现象 震动啊 就是表示破无名 而大家都得到很好的感受啊 那就是正法身 从初住到十住到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 一直到究竟妙觉 都是要破无名正法身 才究竟成佛 所以这就是表示这六个阶位啊 都能破无名正法身的那种现象 所以叫做六种震动 六种震动 就是表示这个四十六个阶位 四十一位到佛国破无名正法身的情况 地就是比喻众生的无名 比自己的无名破除了 地震动 就是表示破无名 用地比无名 动就是破 把无名破除了 所以叫做六种震动 六种震动啊 就是显示破无名正法身的意义 所以叫做六种震动 那么虽然都是四项 而它内容啊 都有表伐的意义 所以佛经往往看起来 在文字上很前显 没有什么深离 看起来很前 但是它的内涵呢 道理很深的 往往是借这个四项啊 来显示它的离的意义 四项看起来很前 没有什么深离 但是显示内涵的道理 这就深了 例如把这个六种震动说 比作破无名正法身 那如果把粗度一直到妙觉 这四十二位的破无名情况 一一细说起来 那还得了 无穷无尽 那么一切佛法呀 都是如此 一句就能包含无量无边的意义 所以叫做一中解无量 这是第四 地动震 第五 众喜震 经过上面四种的震香啊 大家都欢喜了 那么大家欢喜 为什么也叫做 瑞香啊 因为人人都能破无名正法身啊 哪有不高兴的 必定是欢喜 所以当时看到那种佛入定 而种种瑞香显现的境界 心里就高兴得不得了 就很欢喜 那么这就是当时要说法华经之前的一种的很好的表现 所以叫做众喜瑞 经文 而是会中 比丘 比丘女 游婆色 游婆衣 天 龙 夜叉 前大婆 欧修罗 家罗罗 金罗罗 魔法罗切 人 非人 吉祖小王 转轮圣王 世诸大众 得未曾有 欢喜何掌 一心惯佛 这一段文呢 就是第五 众喜瑞 说明当时林三会上 所有的大众啊 所有的听众 通通看到上面的瑞香 生起无量的欢喜的感受 所以叫做众喜瑞 而时 就是指上面呢 佛说法完毕之后 入定 愈发 地动的那种情况 当时 在那个时候 会中 就是林三会上 佛将要 说法 法经的大会之中 所有的听众 把它一一列出来 比丘比丘尼 出家二中 就是前面的声文中 序分通序里面的声文中 比丘比丘尼 游婆赛 游婆仪就是 在家二中 男的 尽是男 游婆赛 女的 游婆仪 尽是女 这是四中 这就是所谓 通常所说的四中了 那么 佛的四中 地质 并集 这个天龙八部 天 是三界 二十八天 通通包含在内 只要有 在林三会上的 都包含在内 龙以下 有部分是前面 序分里面说到的 有部分呢 是没有说到的 我们留到下次再讲 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 下头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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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在与来者热情地打招呼 不同于其他的收容中心 严谱护生狗员专门接收 因生病衰老受虐而遭人遗弃的狗狗 多数有着残缺的肢体 一花一草 一花一草一树木 一花一草一树木皆有其灵性 更何况是有血有肉的动物们 所有的生命皆具有其生存的权利 都应当受到该有的尊重 都应当受到该有的尊重 一花一草一树木耳朵地亲自照顾狗狗们 使不同的身心灵状况 去评估照料的方式和环境 并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灌溉这片大家园 为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生生不息 永续经营屏东阎谱护生狗园 台湾救狗协会 曾智底邀请您一同加入护持的行列 让无数遭受遗弃以及伤害的狗儿们 能在屏东阎谱护生狗园里获得重生 西季得以共同实践佛陀 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护持华博帐号 50016766 50016766 顾名 台湾救狗协会 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举办 梁黄宝灿继于谐宴口法会 恭请慈悲法师团共同组法 日期9月19日星期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伟镇新南里 逐围63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慧菩萨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上午8点半 抖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 防疫及生活物资共僧包 夏季农历4月16日至7月15日 为僧众结下安居致力修行之旗 也因应疫情升温 应尽量减少外出 以降低群聚感染风险 故而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特别推出防疫及生活物资共僧包 提供偏远或于防疫期间 不便外出之深重 名声用品与食品 填写表单如下 联络电话 03989 9319 03989 9319 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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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生天宇,喜悦描映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这样你随时都在帮助 而不是说参加法会的时候 你每天自己修行的时候比较方便 所以都没关系 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华义德不要烦恼 应经功德书胜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素网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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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